第一個請各位幫我解壓說 我是把它放在c底下的temp 我覺得因為我這個c的底下好像要放資料比較麻煩 放在temp好像比較簡單 放在這個位置 然後我也許我們先野心不要太大 25個我們先1個好了 所以第一個我要怎麼開檔 開檔應該還記得吧 我們前面講過就是開一個新的module 然後寫開檔應該蠻好記得 你如果多打幾片應該都記得滾瓜亂熟 open 然後路徑給他 路徑的話就是在那個c 我的習慣路徑我懶得打 我就點上面這邊路徑 點那個右邊這邊空白的地方點一下 然後把它複製一下 這樣路徑就過來了 然後貼過來之後 再給他一個斜線 裡面我要抓那個三重.tst 所以這邊打一個三重.tst 然後後面加一個.txt 那路徑的話一樣加一個r就可以了 小r 然後逗點 因為我們要讀 讀的話是r模式 然後後面的話就是 我要把它讀進來讀到一個list 把它當串列 那還記得我們前面用一個叫read read是全部 可是我要是把它用realize realize就是怎麼樣 我把它讀進來之後把它讀成一個串列 也就是說它一行放一個 一行放一個 所以第一個0 所以它讀進來應該是 三重它應該讀進來這個是0 這個就變1了 一式再一推 好那試試看 最後你先確定一下能不能print 如果print ok的話 那表示你這個應該是已經把它讀到一個list ok把它print了一下 看看有沒有成功 如果成功看一下有了 一樣的道理 它尾巴好像也是會多一個換行 所以這個的話就是一個中瓜糊 然後是第一筆資料 那可是問題來了 我如果現在這樣 我要把它寫成e sale 那絕對是有問題的 因為 對 所以變成一樣 跟剛剛一樣先把它切開 所以切的話呢 我跟剛剛講一樣 就list 1 有沒有 這個呢把它改成叫dm-split 後面加參數 那它的間隔就是一個空格 記得是半型的 然後呢 把結果傳到前面叫dm-12 所以你會發現 差別是本來是縫點變成空白 然後這邊變成2 那理論這樣應該被切開了 如果這個切開ok之後的話 那轉就沒問題了 我是不是打錯了squid 跟正義講 我應該少打了什麼 4回圈 4i in range 然後這個從0到len全部嘛 有沒有 因為你現在如果這樣切邊一個 ok 然後 然後這邊的話加一個冒號 然後再把它一個一個的去做切割 所以這邊中瓜糊 i就可以了 所以他會先把 第0個放進來 就是說那個三重的 第0個的資料 就是這一個有沒有 這個是第0個 先拿過來切割 按照這個空白切 放在第12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存成一個Excel的話 只要他是串列 那後面呢 你就拿剛剛的有沒有那個公式 就是這三行放在上面 然後這兩行放下面 這兩行 然後記得這個已經到裡面了 所以這個如果不是 然後再把這個List2 直接就放在這一個Append裡面 記得一定是串 所以我們確定他是串列 所以這樣子執行應該ok了 那這邊就可以改成三重 好 這樣應該沒問題 執行 沒錯誤 ok 最後關鍵時刻來了 再打開TEMP TEMP裡面有沒有三 有三重了 打開看一下 三重有沒有成功 有啦 只是欄寬自己調一下 沒錯 總共應該是55列 好 一個成功了 那再來的話 再是其他的 可是問題有25個 可是你說老師那25個怎麼辦 那我有沒有辦法 就是 就是可不可以寫一個方式 可以不用說 因為如果25個變成我要寫25 那怎麼開25字嗎 不合理啊 所以特別注意 這邊你可能要多學 一個模組 這個模組已經內建了 這個模組的話 其實你可以參考雲端白板上面 叫OS OS這個模組裡面有一個方法 叫.work的方法 在這裡 有沒有 OS模組 OS這個名稱 顧名思義就是 Operation System 指的就是檔案 就是作業系統裡面的一些檔案處理 那其中的話 我找了一下 他有一個方法 叫做.work .work的話呢 他就可以幫我怎麼樣 我只要跟他講 我的目錄在哪裡 他就會return 目錄裡面所有的檔案 通通都會 返還給我 那返還給我的那個 這個 形態也是一個串列 所以我只要是一個串列 那我就 比如25個 那我就是0到24 那我就一個一個 把他的檔名 副檔名取得之後 那我就開 轉 開轉 那就可以把25個 通通都轉換成 Excel檔案的 OK 所以 可是問題這個OS.work 怎麼用 其實他倒沒有很複雜 只是說 有一些細節可能要知道一下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先試著把三重.tst 先存成這個 三重.xlsx 然後後面的話 我們在思考說 如果我希望 可以 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讓我知道 這個資料夾 裡面到底有幾個檔名 有沒有 檔案名稱 三重.tst 中立.tst 我們可以用OS.work 取得 這裡面的每一個有沒有 那我可以怎麼樣 取得之後 那我就可以把它套在哪裡 套在這裡 有沒有 就這個地方 然後我可以第一個是取三重 第二個就把它換成中立 他就開中立 S.xl推 然後後面存檔的話 我這個名稱 再抓那個什麼 他的那個檔名的前兩個字比較好 那把負檔名改成什麼 X.xlsx 它不就可以存檔 OK 所以這個部分請各位先完成第一件 先轉一個 第二個的話 再配合 那就可以把25個檔案全部通通通都轉換成 Essal檔 所以下一次的話 我們就是 再來延伸成多檔 所以這個一個 所以請各位回去的話 一定要務必 把那個一個檔案的處理 熟悉 然後另外的話 在 其實我是覺得 重點跟上個禮拜也類似 就是那個串列 串列配合4圍圈 這個很重要 如果你假設不熟悉的話 那後面我覺得應該你還是會遇到很多的問題 因為串列這個實在太重要了 你會發現後面只要是資料量多的 一定會遇到串列 所以 可是問題工作裡面然後可能很簡單 一定都是很複雜的 而且大部分都是Big Data 對 你如果用以前的變數 說真的一定是不行的 所以記得 假設你對於我剛剛講的那個串列 還不太熟悉 那請各位就是 自己再花一點時間 那其中我是覺得有一個地方 可能 比較特別的就是我剛剛好像用的那個 那個中瓜 那個中瓜湖這個 這個我覺得 我本來是用別的方法 那後來我發現這個方法 1冒號5 冒號3這個 有沒有 這個方法我覺得 取姓名跟手機這個 不然的話說真的 你要 把 5個欄位取兩個欄位 喔 不用這個方法 我覺得 可能很麻煩 你們也可以再想想看 有沒有更簡單的 如果有更簡單的話 也歡迎你再告訴我一下 因為這個就是 可能也是 是有趣的地方 因為有時候 以前沒有寫 剛開始寫很寫很麻煩 很複雜 但是會越寫越簡單 OK 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先講到一個檔案轉換 下一個禮拜的話 就是多個檔案 25個 我是希望說可以把它 變成Excel 或者是說把它合併成一個檔案 然後可以合併也可以分割 然後再來就是說可以把它放到Excel 那Excel的放的方式 也就是不是只有放一個 一個工作表 其實你也可以什麼 一個工作表放到底 全部一直放到下面 那另外一個方法是一個 對一個工作表放一個檔案 對 三重中立 都一直到最後 對 Shoot 所以 下一次還要學會如何新增工作表 有沒有 你新增一個工作表放資料 新增一個工作表放資料 有沒有 然後或者是可以刪除工作表 因為可能 我是新增三重放 但是會多一個Shoot的意義 因為它開 工作部就會多一個 那我要把最前面那個刪掉 如何刪除工作表 這個我想 下個禮拜再來看 所以請各位先把那個 今天的重點 再把它熟悉 下一次的話呢 我們就從今天講的再延伸 那又更複雜一些些